国有城西城四方 城有军西人一场 尘重能兮为东凉 君有后兮持正方 字节手段出落榜 女一角牛中晃晃 染命一戒君子女 是请凭你百姓康 未愿我能一日为期 从心从笑无私福利 为父子情与美 归父十度与其 世情与处无数理 但愿无能尽且起雨 一军一副 无有担心 山奈君的只手 名为天下更积 为四海平临 谁 张暴泽 张先生 张暴泽 爹 Lara 是说 李派 云防 虞 黑 秦 震inas 震inas 地下 云和震inas 震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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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有事吧 那些工人 内侍 还有你娘娘 都会拼命保护你爹爹的 可是内侍们 大多都不是武人 和贼子们拼斗 会损伤很大吧 但愿怀疾好好的 不要受伤 官家 臣听着声响管火事 贼子应当不多 不过 如今与禁军指挥师 还没联系上 外面情形不知 臣想若不然 臣便出去探开 不可 毛泽 今日你寸步不许 离开官家身边 便是最坏打算 这间大殿 被贼子占下烧掉 你也要护着官家安全 我看你 臣遵旨 臣方才 如莽不识大提了 手中 官家 贼人既不来宫门 人数应该不多 可以先遣些内侍 调治殿侯与贼人周旋 官家 如今昆宁殿中 内侍不过数十人 贼人是金从官 手中有兵杖 如若他们人数众多 恐怕 臣妾也觉得贼人不多 但是官家在此 不敢丝毫冒险 朕方才仔细思量过了 有十分的把握 不会有大批军事谋反 朕以为 不过个别亡命之徒罢了 再说 有茂泽在朕身边 没人能报气加害 确实该派人前去探看 娘娘 卢渔王探查 秋和十二三岁时 曾只身往边关寻父亲 当时路上所遭遇之事 远比此时凶险许多 取一把剪刀来 是 愿意先去擒贼的 且过来 让我剪发为智 霍乱平息 论功行赏时 就以你们现在剪下的 头发为证 奴院去 优优独播剧场——你 你让我走 我要去找官家 我要陪着他 张娘子 现在外面形势不明 也不知是否真是谋逆 臣不敢让娘子出去 臣也不知道官家在哪 不知是否 那我更要去 张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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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机构 跟着我 快 你们且随张副都之去 一切皆听其差遣 张副都之 在 秋河机灵 你可听他建议 是 那些贼人 是否借需生擒 他们若束手就擒 便留活口 若负于顽抗 格杀勿论 丹淡树 我们逗一回茶吧 丹淑 我们逗一回茶吧 好 好 臣妾输了 你心里不进 臣妾本以为官家是强撑 谁知官家是真的淡定 关家是否其实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 最坏不过是个死 关家不可如此没个忌讳 朕心里愿与皇后同死 无憾所以无拘 可皇后不甘心与朕同死 臣妾愿意为关家死 我知道 大宋可以没有臣妾 但是不能没有关家 如今 如今朕尚未立皇室 皇后放心 朕膝下并无亲子又有顽疾 自事老早就做了安排 关家 臣妾不是 好了 朕明白 谁 张先生 张先生 是我 张娘子也在这儿 请张娘子进来吧 明月 快些把他送去医治 快去 是 是 是 我决的贼人 可能就藏在其中 少月扶您殿前山崩踩登上 声音用的爆竹还有没有 有 我直接去去 快 里面没事 爆竹拿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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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说留个活活室问 我 我才做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 能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你们这么多人 怎么 怎么看不住一个娘子啊 这个怎么办 快去找啊 快去找啊 小龙公 所有那事都已经出去找了 伯母 我叫你们都去 你们快去啊 快去啊 伯母 找到了 找到了 娘子在坤宁殿 在坤宁殿 是 娘子在坤宁殿 宽家也在 宽家也在 别怕 别怕 太医随暂时不能过来 毛泽可以为你示针 毛泽医术尚课 不用担心 有关家在 别安不怕 好 臣等劝不住张娘子 也不敢硬来 只好跟着 张娘子有些失了神志 半途摔倒数次 被碎石子灌木划伤 后来又翻了船 臣答应陪她去找官家 她的情绪才略有平复 臣本想尽量拖延 但中途 见一对手持武器的内侍 往福宁殿后去了 董司事也在其中 张娘子便说 官家在坤宁殿 如今尚不知道贼人是谁 你怎确定贼人 不会跟着来到此处 祸及官家 臣罪该万事 请娘娘责罚 碧涵 碧涵 官家 臣请为张娘子枕脉失真 你是官家极欣赏的内侍 想必最知道官家心思 你有公有罪 有官家定夺 娘娘 他们诛杀了贼人 回来了 贼人只有四个 浑身酒气 想喝醉了 东倒西歪神志不清 我们人比他们多出许多 不出片刻便诛三人 一人跑了 我已派人吩咐下去 严加速查 识出他们的身份了吗 当时我们太过紧张 冲上去乱棍齐下 三人被打得血肉模糊 很难分辨 不过他们身上都缩过了 腰牌和其他所在之物在此 伤害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便把 你们发现 因为 有没有 严秀 郭奎 孙丽三人被诛 王胜趁乱逃跑 我已命令各门严加搜索 江源采灵 拖到殿上来 那些材子又是什么好东西吗 不说欧阳修既于自家外甥女 又淫慈为证 便说那崔白 她画的纸香图在民间流传一时 其中一位宫女额外突出 世人皆言 她必是画家仰慕之人 那画中女子的小相 她的妆容在东京流传一时 我今日才知 那竟然是皇后身边最得用的那人 董秋和 谁知道是仰慕 还是有着龌龊奸情 娘娘 奴婢不是同谋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信是你写的 竟敢约贼人在何日何时 在何处见面 你与她 暗通款区许久了吧 这几个月来 你总是以感染风寒为由 一整天的不见人影 你果真什么都不知道 娘娘 娘 奴婢年前 偶尽重政殿时与颜绣相遇 一一时糊涂被她引诱 但我真的没想到 她如今竟会干出这等事来 娘娘 就算你对颜绣的谋逆之事并不知情 但是你与禁卫私通已是重罪 暗律当诸 暗律当诸 皇后治理后宫 一贯是规矩大过天 对昆宁殿的人 想必约束更严 竟然 有在昆宁殿伺候这么多年的宫人 私通敬畏 也真是令人责舍 这里凉你身子又不好 不在里边好好躺着 出来做什么 你回去 官家 这不是小乱哥 这皆不像一个人在里面 来 来 居然 是伺候皇后这么多年的宫人 私通敬畏 惹下了这天大的火 不知 还有没有没查出来的 思乡寿寿苟何之事 官家 乌令各个阁门紧闭不许外出使 官家没有反对吧 那么祥兰阁 是可以不遵中公御令了吗 走 外套怎么样了 说是 说是贼人付诸了 没事了 全部都付诸了 说是跑了一人 怎么会跑了一个 这可怎么办 快去 快去查 是谁奉旨追查凶犯的 快去 不 先去黄澄 先去黄澄寺 找杨复杜志 告诉他凶犯跑了一个 快去呀 杨复杜志勾当黄澄寺 既然是他内宿职业 便是他负责带人追凶 那就好 那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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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官家在臣妾心里比命还重要 臣妾必须知道官家安抚 顾不得遵不遵守中宫御令 现在 臣妾知道了官家安鉴 也不后悔违反了中宫御令 虽官家惩罚 朕想过了 今日朕素在昆宁殿 若令儿与颜秀合谋谋逆 贼人们早就知道了讯息 不会往扶宁殿送货 再说 她是皇后的进士 若与颜秀一起图谋不轨 机会其多 断不会如今日这番情形 官家英明 令儿只是一时糊涂 怎会要谋反心思 求官家饶令儿一命 若查实 她确实未曾参与谋逆 看在她服侍你多年的份上 也是到了该家人的年纪 只不过是遇人不输 不如就饶了她这次吧 官家说得对 再说 也未必只有她一人 违反了宫规 与人暗通款区 臣妾回去 也要彻查祥乱阁的那室宫人 碧涵 朕与皇后在处置 昆宁殿的宫人 不干祥乱阁的事 是 阿吉 去备捕你 送张娘子回香兰阁 是 回去好好歇息 我与皇后会亲自安排太医 去香兰阁的 我 ран已就一直没有 她 Crunchyеп report �or 我英国 早点老乔 Standards 又会玩 多够你 你也不让我 欢容 你干什么去 姐姐 不知爹爹如何了 我想要去看看 娘娘吩咐了 避格不出 未有新的口谕传来 我们便只能再次守候 可是 万一爹爹有危险呢 你爹爹有危险 难道你去了 就能帮着爹爹与贼扣拼道 我可以陪着爹爹 娘子 公主 娘子 公主 方才奴去院子里探看 在门下发现了这个信件 贼已扶住 官家安好 公主无忧 这是真是假 这是真的 这是怀疾的字迹 我绝不会认错 怀疾知道我担心爹爹 便赶紧为我报了个平安 如此便是谢天谢地了 怀疾真是个好孩子 又机灵又贴心 怀疾是最最好的人 启离官家 皇城司已全力击捕逆贼王胜 臣也搜了他们的居所 所有物件都已查封 暂未发现谋逆的书信文字 不过在颜袖处搜到了一些 搜到了一些昆宁殿的物件 还有信 臣未敢打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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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真是 我 我 刚才 朕已经断过了 袁彩琳有私通侍卫之国 无谋逆犯赏之心 从颜袖处搜出的昆宁殿物室 怕不过就是些女子私物 所通书信 脱不开辖蟹轻薄言语 少了 既然皇城司已经查队过 未见谋逆文字 何必将这些私物送来 难道要朕与皇后 当众一件件检阅 朕不要体面了吗 臣 臣愚蠢 罢了 闹了一整晚 都快到上朝的时候了 皇后 忍不住 你等于 所以你不能留下 aqui 我能留下说 如果什么我肯定 你再会取来 我等一遍 让你正在276 怎么做 你还不愿意 你还不得到 小少女人 至少 你可以 让我回报 太大只 夏树香 夏树香 可这昨晚宫内出了叛乱 升公安坊 升公安 万幸 那贼人可曾抓住是什么人 方才从里边传出来的消息是 未能生情 有的逃了多数战杀 说的也奇怪啊 竟然是中宫内人 私通禁费者的火事 中宫律下一向严明 真的会出这等事啊 实在蹊跷 许得好好审问哪 莫要再留有同党 那人袁采玲 私通侍卫 惠乱攻击 暗律当诛 望陛下许臣妾 已公归 处决原事 灵儿原很谨慎 入宫多年不闻有过 如今只是一时糊涂 不如该一停账 痛打二三十棍 年初皇宫 已足以惩戒 一时糊涂 却引致禁中大乱 有数名宫人受伤 更多内人冒险 若不暗律严惩 无以肃清禁庭 这一夜 皇后也累极了 先坐 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原事 罪名明确 并无冤屈 而今众目睽睽 皆已看见 若陛下饶恕了她 开此先礼 日后再难管束六宫之人 望陛下以大局为重 当机立断 下令赐死 陛下 求陛下救救奴家 奴家院里庭上 奴家家中还要老母小妹 求陛下 死通颜绣时 便当想到 家中老母小妹 皇后先坐 如何处罚灵儿 我们慢慢在意 好 是 管家 快到垂拱殿疫症的时辰了 好 好 灵儿任凭你处置 你一辈子以规矩为武器 对于我对质 曹大叔 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把袁采灵拖下去 诸于东元 是 皇城司继续全力缉纳 再逃贼人 务必生亲 是 不是 по穿泳 Provost 你们去吧 是 女士同学们 没有不接 nimmt过去 拿出塑用家 送得你 raf样 不 to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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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是有把握掌控此事 而且 官家也知道 其实娘娘会心软 会心疼 她不愿让娘娘被人议论绝情 却自己偷偷难过 求和 我 好 我 还不知道 暂且能到今日底部 我嫁给了最好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男子 他 他哪怕不喜欢我 我也一心想着他 我相信疼他 我想帮他 我都不想给他添半点麻烦 能吗 我想我不能成为他心头之爱 我也可以做他的先妻 我们应该 绝暗几美 相尽如饼吧 为何 为何我们总是这样呢 丘和说句愚愤的话 说错了 娘娘便惩罚丘和 万万别生气 娘娘 我只能做官家嫌弃 举暗几美啊 娘娘从不甘心 只做官家嫌弃 举暗几美啊 更不应该 所以 所以万万不敢让自己承认 更不敢 让官家知道 这你 我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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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愿陪我逆天而夕 情感不在乎结局 桃枝桥桥春河里 红枭又叹风雨昕 枪下梦桃不知情 诸儿兴 小蝶涂捉一花蜜 桃枝摇摇尽玉玉 一家一世一夫妻 奈何千远寄 深情未甜蜜 且在秋日回双心 桃枝桥桥春河里 红枭又叹风雨昕 枪下梦桃不知情 诸儿兴 小蝶独捉一花蜜 桃枝摇摇尽玉玉 一家一世一夫妻 奈何千远寄 深情未甜蜜 且在秋日回双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